阳光、空气、台东琴、太平洋碑两岸哨棒交流赛 8月1号起1点2天在台东棒球村第一棒球场举行 为了让选手们顺利快乐的进行比赛 8月1号清晨大会邀请坚强阵容开球 裁判是无锡市体育局局长陆慧玲 投手台东县体育发展基金会董事长陈建贤 服务手台东县议员王清坚 打击手无锡市台办主任湘江 比较激动了因为经过了这个漫长的旅程 漫长的等待我们从去年就开始规划这样的活动 终于能够在台东的第一棒球场实现我们的这个梦想 特别是孩子们的梦想觉得非常开心 对这是我第一次会棒 也是我第一次拿真正的棒球棒 虽然我也曾经看过棒球比赛 可是真的是第一次所以有点紧张 小时候没有 小时候完全没有 对因为棒球运动在我们大陆不普及 所以我们的孩子是属于说大陆比较早的接触棒球的孩子 他们是比我们幸运的多了 我们小时候没有这样的游戏 秘书长比较照顾我了 用很距离很近的距离很慢的球速让我激了一下 当时的感觉非常非常棒 来自无锡市里园中心心区石小 红业俱乐部三支哨棒队伍 将和台东本地的新生成功观生哨棒进行九场比赛 8月1号开球之后 首先上场的是里园中心VS新生国小 现在就是我们场上进行的就是无锡的哨棒队 跟我们台东的哨棒队在比赛 那么我们就是说无锡不对无锡队 那么台东队也不台东队 就是不对急的这种一种赛制 所以我们有九场 那么每一天上午都将近有两场 所以我们说欢迎我们台东的乡亲 我看我们今天就有几位将近一百位乡亲都来了 我想我们这个太平洋杯 我们台东是东道主 我们是不是来进地主制宜 来鼓励我们无锡的小朋友 那么也替我们台东的这个小选手来加油 为了两地的哨棒交流 无锡台办台东县体育发展基金会 及相关单位下费苦心成就美事 在自远道从无锡来东的好朋友一行近80人 7月30号抵东就参访陆野高台热气球活动 红业哨棒纪念馆馆等各地 预计在台东停留五天四夜 的日文黄青海采访摄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